只是說還要丟Youtube這一段 這邊呢,export這個地方會有一個 沒有分享嗎? 好 我在錄影,在錄影 等一下 好,這邊file 有了嗎? export media 其實現在能的話應該是要用media encoder 但是 現在不知道他在幹嘛 我看,file exposed 有了,send to adobe media encoder 你電腦裡面如果沒有灌的話 也不是不行啦 不然我先用這個好了 因為怕你電腦沒灌 在學校其實都有啦 我覺得你也可以在學校做 那這邊的話 這個規格其實可以啦 就是他這個HDN 264 OK 另外一個是這個 所以在這邊輸出好了啦 因為這邊比較簡單 就HDN 264或這個 兩個都可以上Youtube 那你就用這兩個其中一個 那這個的話 理論上是畫質好 檔案又小 跟這個比起來的話 這是好處是比較通用啦 就比較通用 那這是比較新的規格 比較新的規格 它好處就是檔案比較小一些 然後畫質又更優一些 不然用這個好了 那這邊就是 你這邊看輸出 它就可以輸出了 只是通常是 建議你呢這邊指定一下 你要輸出的位置 存檔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 什麼要注意的呢 就是如果你要丟到Media Encoder 按這個東西是可以丟過去的 但我覺得 那我就不講了 因為我怕你們有些人 這個電腦沒有這個東西 但下次我大概就是用這個輸出啦 下一個期末作業 然後我們這邊Export 它其實就在跑 不知道它在幹嘛 嗯 好 我看說